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19日 有些读者和观众看到这个电视画面 后面的背景似曾相识 因为我已经来到了洛杉矶 昨天从东正多来到洛杉矶之后 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说有些应酬 在网络上阅读 文章和信息的时间就少了一些 所以说可能有些评论不是那么扎实 因为你要阅读很多的文章 才能比较间别 才能谈论自己的观点 但是现在今天是穷于应酬 没有办法 迎来迎往迎来送往 热声闹闹的 所以说时间就当我了 那么我今天就简短的谈一谈 有关从网络上看到的一条 非常重要的 含义很深刻的一个信息 也就是海外媒体报道 说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 求是 求是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过去就红旗杂志 改成求是 这说明什么呢 它是中共最重要的一个思想的 言论方面的喉舍和这个人民日报 新华社可以讲是这个并驾齐取的 那么这篇文章当中讲一个内容 就是把这个习近平啊 曾经在以前发表过的一篇文章 重新再次发表 本来呢 这件事情也不算什么啊 因为中共这些搞意识形态的官员呢 大部分都是拍马屁事特长 所以说把领导的一个讲话 拿来吵来吵去的 也是这个经常性的啊 但是这一次 这内容有所不同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在这篇文章当中啊 这个曾经 把这个废除领导干部 这个职务的终身职啊 还有呢 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 还有呢 实现国家机关的啊 领导层的有序更迭 这三个内容啊 三项啊 就作为改革开放后 中国政治制度当中 三大重大成就 这个很意义深刻啊 非常有意思啊 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现在 我们知道啊 曾经搞过这个 这个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这个终身制啊 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 也就是 这个亚夫啊 他身边这些中共的同僚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并非是人人都是 就满意的 而是有很多人都是违心的啊 顺从他 通过了这个 修改宪法呀 也就是说呢 他干完两届之后 如果再继续干下去 从文字啊 这理论 从这个宪法的角度来讲呢 算是说有了依据了 那就等于说 他可以 塔尔皇子的 在这个第二期 任职结束的时候 继续独掌中国的大权 还是其这个党政军啊 所有的潜力于一身啊 这当然对习近平 继续团队来讲啊 他提把这些 类似像蔡奇 这个陈明尔啊 还有栗战书 还有这个丁薛祥等等 他比较重用的这些 过去这个信任的啊 这些同僚来讲 那当然是件好事啊 但是对其他和他 这个旗鼓相当的啊 或者是不能旗鼓相当 接近于啊 这种权力 这个核心当中啊 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一些人物 那可能就显得 这个不公平啊 所以说 他的同僚们 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有任期制 或许他们自己还有机会啊 能够就再上来 再上一个台阶啊 也过一把瘾啊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空间很小的啊 所以说 这个海内外舆论啊 在这个习近平 搞这个终身制之后 对习近平的批评 可以这样讲是 这个 非常的多啊 所以说造成习近平 在海内外的舆论方面啊 舆论阵地方面啊 这个 确实是负面的信念 特别多啊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为什么红旗杂志的 这个 可以这样讲 改头换面的 变成了求是杂志啊 为什么要 这个 炒热啊 炒热冷饭 重新把习近平啊 在几年前 发表这篇文章 拿出来说事啊 于此网上呢 很多很多人都在猜测啊 一种意见认为说是 似乎显示了 习近平的位置有问题啊 另一方面也有的说 这是 这个原本就对国家主席 这个事情啊 这个因为党的主席 和军委主席没有任期制 所以国家主席 任期制并不重要 只是海外 海外舆论啊 过度的解读了 不外乎这种观点啊 那么本人认为啊 这篇文章发表啊 对习近平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啊 对于这个舆论界来讲啊 也是显示什么呢 显示啊 习近平目前在党内啊 的确是遭到了 前所未有的一种挑战啊 我们知道 这个十九届四中全会 拖了将近两年啊 那么在十月份才召开 而且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确定 这个准确的日子 到底是十月几号 这原本就有点诡异啊 那么再加上 要搞这个七十年大阅兵啊 习近平不惜花费血本啊 明指明高啊 在目前这种中美贸易战 香港反送送运动啊 两个困局挤压他的情况下 还要一定要 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 搞这个大阅兵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 越是在专制集权统治的时候 感到自身的 这个位置不稳的时候啊 别人的责怪 别人的批评 质责多的时候 越他自己的信心不足的情况下 越是想什么呢 就搞个表面文章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就说这个同俗的讲 就平常我们有些人 比如说夜间走路啊 多少有点这个恐惧感啊 所以就是吹口哨啊 说夜间走路吹口哨啊 大声的吹口哨 主要是为了壮胆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篇文章抛出来 而且对应了前一段时间啊 人民如果发表了一篇 关于邓小平 废除领导干嘛 总认之贡献的一个文章啊 虽然这个文章发表之后 很快的删除了啊 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 并非空穴来风啊 也就是说在中共党内啊 的确是存在了一派啊 而且这一派 这个领导 这个领导人呢 我认为啊 在中南海这个决策层 还是非常了得的 现在不能确定啊 到底是哪几个人 哪一个人 但是肯定 有一派啊 那就说通过 像通过舆论的方式啊 提醒习近平 你的第二任期即将结束了啊 这个不管你干的怎么样 别说你干的不好 就算干的好 那么任期两届 按道理就应该下台了 要由共产党 其他的新的领导人啊 改头换面 来这个交替的 接受权利啊 这样的 几股传话 继续传下去 不能到你就停止了 永远停在你身上啊 那么 他用这个办法来提示习近平 来指责习近平 来挤压他 这个就比较有策略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能打自己的脸啊 你自己讲的话吧 讲到了什么 讲到了这个 刚才谈到这三线啊 废除领导干部 这个终身 职务的终身制啊 另外就实行领导干部的 任期制度 还有呢 实现国家机关 和领导这个 层的啊 有序更连 你自己讲过的话 你要兑现啊 现在你的任期即将结束了 不要就说 说话不开 说话 就打自己的脸 我相信很可能啊 这篇文章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知道 红旗杂志既然是党的喉舌 那发表稿件的时候 肯定会层层的审查呀 这个审查 我相信是非常严格的啊 不会什么呢 有这个某一个编辑 或者记者 个人做一个 讲决策啊 而且这个审查人呢 这个疏忽大意啊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因为 求是杂志不是一般的啊 假如这是各个省市 自治区自己办的杂志 那可能 风家大利 下个令啊 故意捣乱啊 和新兵顶牛 也有可能性 但是像在这个 红旗杂志这样的 类似红旗杂志啊 这个改刊以后 改名为求是 这样的啊 这个一个非常的冠冕堂皇的一个 关于说谎 这么一个杂志啊 搞这篇文章 我相信呢 肯定是 有领导人啊 就是 这个指示啊 有这个意思 提醒习近平 马上就应该下来了啊 那至于习近平 采取什么测试 我相信他有苦难言啊 因为 因为这假如是 另一个文人发表的文章 那可以 找这个文人的这个毛病啊 挑剔他 但现在问题是你自己讲的 那你肯定要受信啊 所以本人认为啊 这篇文章 可是 非同一般啊 这个我们知道 前一段时间呢 我曾经讲过 习近平 这个 在这个 贸易战啊 在这个 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 马上就去了 这个 甘肃啊 对这个 习路军的这个 阵亡的将士啊 进行这个 就怀念啊 悼念啊 那么这个 充分就说明什么 说明 他想啊 也想拉拢啊 笼络党内的人心啊 即使是不同的配别啊 如果你现在能够 回心转意 就站在我这 习近平一边啊 那么即使不定于一尊 但是最起码能够 变成同路人的话 我也不去 再证明啊 我也可能也要暴容啊 而且呢 那个地方又是 林多斯的生理书记啊 林多斯 王岐山的铁杆 这个地系啊 通过这个方式 也是笼络 这个王岐山 因为王岐山在党内啊 虽然说 在这个十八大的时候 搞反腐败啊 过了头啊 用力过猛 得罪了 方方面面各个派系的人啊 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麻烦 党内的反弹非常厉害啊 但是呢 这个王岐山不要忘了 他通过中纪委这些官员啊 又呢 直接或者间接的 从控操控了中共的 下面那些 党管司法的攻坚法师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政法委啊 能够把这个郭文贵的案件 这个放到大连去办理啊 或者是放到深 这个重庆去办理 你就可以看出啊 这个王岐山的力量 这是了得啊 而且特别是 曲龙啊 作为郭文贵的一个对立派 这样的对立这样一个 就企业家能放出来 而且可以通过YouTube网站啊 每天讲一段啊 就揭露这个郭文贵的 这个过去的原罪啊 等等 你可以看出 这个王岐山的 这个手段啊 是非常厉害的 也就是说 目前虽然是党管司法 表面看是最高领导人 管理啊 这个政法委 管理公家法司 但是啊 实际上 这个大权放在这个 王岐山手里 特别是福振华 还负责 这个还是这个 司法部长啊 通过这个事情 可以看出 习近平急急忙忙的 就跑到甘肃去啊 是一举多的啊 不仅是从派系 这个角度来讲啊 用回旧的办法 来就笼络人心啊 而且还是要 要这个争取啊 这个 另一个政治上的盟友啊 王岐山 一如既往的 枪有力的支持 那么紧接着这两天 你看 这个习近平又到了 这个黄河 四撒黄河啊 搞了黄河的 所谓 这个战略啊 我们知道习近平 前不久搞过 雄安 千年打击的规划 还提出什么 一带一路啊 命运共同体啊 等等 习近平的所有的目标 都很大呀 但是啊 往往落实起来 干到最后啊 都是 这个很小啊 或者很烂啊 通过中美贸易战 就可以看出啊 习近平在这方面 虽然他想法 非常的宏大 但是落实起来 下边这些 就是半居实 半居体办事的 这些 这些方方面面的啊 这些 下边的官员啊 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真是不敢共鸣啊 特别是中美贸易战 运用这个 使用刘鹤啊 这个作为一个 自己的一个代表啊 到美国去 跟美国川普 这个打了几个来会儿啊 最后 搞到现在的程度 可以这样讲吧 是非常艰难的时刻啊 那么 香港反送中运动 不用讲了 目前 仍然没有平息啊 而且 而是 这个 越野越烈啊 那么这方面 对西方来讲 比较困惑啊 那么 雄安新区 不用讲了 到现在为止 看海外的报道啊 最近 就走马灯一样的啊 更换这个 雄安的这个地方官员啊 河北省委书记啊 就 几天内到这个 雄安去跑了好几趟了 人事做了大的变化 有的人抓起来了 有的人掉到其他地方 这就说明什么呢 励志出了问题 因为你再有 宏伟的规划和目标啊 这个 把这个大饼 画得再漂亮 再香 再大 但是 你具体 彭大饼这个人啊 这个厨艺水平太差了 既没有原材料啊 也没有这个 彭厨的机翼啊 所以说最后 都归于失败啊 那么 黄河战略 更不用讲了啊 这最近 看昨天 这个习近平 到了河南去了 又提出这个 黄河 这个战略啊 你看这么多的 这个标语口号事的 宏大的目标啊 真正落实了 就非常非常的 小了 所以本人认为啊 习近平的确是啊 这个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 各方面 这个挑战啊 这个挑战 最后到底 是个什么结果 很难讲啊 那只有十九届 四中全会看了 如果四中全会 非常顺利 他就来 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那可能还 能维持一段的通知啊 如果说到了 在这之前 遭到更多的指责啊 在这个会上 如果出现了 意想不到一些情况啊 他的同僚们 就给云集起来啊 给他提一些 要罢名他 我看从目前看啊 也有这种可能性啊 不过总体上来看 习近平和部队的交往啊 有张有霞这个掌舵啊 要撼弄他 这个是比较难啊 比较困难啊 但是习近些年来啊 特别是第二个任期开始啊 就除了这个扶贫 精准扶贫 干的还可以不错之外啊 其他方面干的都是 这个 这个欠缺啊 所以说 这很可能遭致 党内的对立派的 这个反弹和批评啊 但是也要说明啊 即使是反对派 真的反对派 真的把习近平搞下去了 上来这些新人呢 也不会搞什么 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搞的什么 还是党内的这种啊 权力 逆斗力 更低 只不过采取的一些手段啊 这个也可能是 非常的这个 这个激进啊 非常这个血腥的办法 也可能是比较 这个 文明的啊 这个比较温柔的 这和过去比较啊 内斗可能就写的 具有新的这个 历史条件的一些特点啊 那不论是谁在台上 只要不改变中共这种 一党执政的体制啊 本来认为啊 中国这个国家啊 没有什么大的希望啊 那么 今天多少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啊 特别要感谢那些多伦多啊 以及朋友们啊 现在我来到洛杉矶了 但是我是还是非常想念你们啊 不论你们在世界什么地方 能够收看我的节目 并且提出批评一些 我都表示感谢啊 谢谢 明天见 明天见